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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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河运证处罚王健中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他加钢板改轮胎尺寸 王健中说车辆在购买前就已经改过 而根据交通部2016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运输车辆改装管理工作的通知》 认定非法改装条款中并没有轮胎尺寸变更一项 王健中车辆背后后拿到了这张21000元的处罚通知书 自己跑车拉10顿货 王本500公里还剩一千多块钱 这罚款怎么交呢 就在记者和王健中一起发愁时 四处打听的王健中得知了一个好消息 王健中说 经常在这一带跑车的司机告诉他 可以通过关系少交纳罚 这位司机还介绍了离超线站不远处的一位小卖部的老板娘 看着有希望 王健中马上和这位老板娘约好 在小卖部见面详谈 是不是你也帮他说了交了五千回钱 不过也许是记者始终陪同在旁边 对方起了疑心 这位老板娘接到一个电话后 马上改口说 运政已经知道王健中他们在找人 21000的罚款一分都不能少 听了这番话 王健中决定 直接找开罚单的运管队长刘晓辉私下协商 在王健中反复解释和哀求下 刘晓辉表示可以考虑 第二天早上 王健中再次找到刘晓辉 王健中和司机 把身上全部携带的现金五千一百元 交给了刘晓辉 收到钱后 刘晓辉并未提供任何票据 之后态度又转了一个弯 忙了两天 找了两拨人都没有办成 老刘情绪非常低落 他给媳妇打了一个电话说 过年可能回不去了 让他照顾好老人和孩子 他有了轻生的念头 刚刚通过了年减的车子 上了路却被认为各种不合格 一下子就要罚款两万多元 这让司机王健中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无论是和小卖部老板娘的交流 还是和运管队长的私下勾兑 王健中都觉得罚款这件事情是可以通融的 就在王健中为自己的事情四处奔走的时候 他发现很多司机正和他遭遇同样的事 1月29号 记者来到了王健中车辆背扣的停车场 门前聚集着一二十人 这些都是背扣车辆的车主和司机 大门紧锁 院子里停满了车 这几名司机的车都是头一天夜里背扣的 他们一直等在这里 昨天夜的我从二十小亭岛 自习向东 他那边就是那一辆 刚才见一辆自发车 从左面往西州 中了一个这个地头 地头 他看见我的车往东走 他说掉头嘴才 嘴上以后把我踢到边盖 就那个 有的时候他自己执法人员叫车开过来的 开过来就被都在外面的缓车盖 可能他的假设这个技术可能要不幸 这边轮胎装破了 司机说他的车辆确实吵战 但夜里被警察人员查到后 对方强行把车辆开走扣留 路上还撞到了轮胎 记者发现 类似执法人员上路追车的事情 并不止是这一例 他追着手有没有什么警报器啊 没有 都那么有闪 这个要过了棒 人家救了钱 不管了 就在这儿倒了 就在采访司机们时 一位警察人员赶了过来 承认确实是他们扣的车 并对着车辆承诺修补轮胎 而根据相关规定 制超流动警察 必须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制超办 陆正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联合 对于陆正人员 擅自上路 执法拦车 龙城超线站赵副站长 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超线要是这个 引导的话 是要警察一起参与 对吧 警察 你们昨天 我都没听到 没有交警 能不能帮我们去 找一下 昨天晚上一起联合执法 他有影响 我们看一下 大姐你说有没有交警 没有交警 没有 她说有 她接着都是中国公路 接着了 她又给交通执法 打电话 没有交警 那你说是有 她有关上 她交警 确实他们 市里面不是在发 都集中争执的吗 他们有关上没有过来 而面对记者的追问 洛河龙城超线站 赵副站长承认 他们确实没有 与交警协同执法 司机们还反映 车辆背扣后 在这里还要被要求 强行过磅 每吨收取 亿元的过磅费 再根据车轮胎的注量 按照每天 每个轮胎 十元的标准 收取停车费 停车厂 这位户女也承认 他们确实 过磅收费 现在生意怎么样了 是你个人的地方 而根据 公路超线检测站 管理办法 公路超线检测 站执法人员 对车辆进行超线检测时 不得收取检测费用 对停放在公路超线检测站内 接受调查处理的超线运输车辆 不得收取停车费用 那为什么这里强行扣车 并且还收取过磅费呢 就在记者采讨区运车 远程区运管所副所长赵志强和机查中队长刘小辉 闻讯赶来 面对镜头 刘小辉承认 他确实收取了王剑忠的5100元钱 并且没有出具罚款票据 根据王剑忠反映 他的车辆是在1月26日周六这天被扣的 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 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那为什么运政部门在法定节假日扣车呢 面对采访 洛河衍城区运管所副所长赵志强表示 对于王剑忠车辆背扣一事毫不知情 当时叫司机开了司机不开 然后拿给他扣的 你觉得他这么做合适吗 不太合适 你觉得他完全做到依法了吗 你们的人 现在我因为对这个事不是太了解 我这个通过这个 他刚才说 我感觉是有不合适的地方 今天是不合适吗 调查中 知行人向记者提供了过榜点的两本记录清单 上面标注着三家联合治理的字样 详细地记录了从2013年1月1号到29号 所被扣车辆的类型车号以及过榜敦数 以及被注了诸如小灰川赵阳志强等字样 29天的时间内 这里被扣车辆就达到了145辆 从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私人过榜点与执法部门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 有了执法部门的介入 过榜点的生意也变得红红火火 虽然他们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手中这两本账是清楚的表明 在短短的29天里 各种车辆一共是145辆 在这里过榜登记 接受了处罚 对于交通行政处罚程序里规定的处罚与收缴机构分离 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的规定 在这里是形同虚设 而就在此时 我们又得知河南省许昌市长河运馆 正在使用一种别出心裁的处罚手段 使得过路司机是防不胜防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处罚手段呢 2012年4月份 河南的货运司机马金鹏接到一个电话 正是因为这个电话 让他和家人寝食难安 那么这个电话里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马金鹏向记者介绍说 2008年他贷款买了这辆运输车 这是他们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现在每个月偿还贷款就需要6000元 再出去加油 修车等费用 每个月最多省三四千块钱 跑运输一般都是两个人 但为了省钱 他并没有顾四季 而是让妻子和他一同跑车 尤其让马金鹏不能理解的是 这次处罚竟然是运证部门 先拍照再通知罚款 2013年1月28号 记者和马金鹏来到被拍照地点 许昌长阁转盘 顺着马金鹏指的方向看去 转盘路边停放着一辆没有悬挂任何号牌 并且车身印有运证字样的交通执法车 车上坐着一位身着运证制服的工作人员 记者观察了一下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 这辆车围着环岛多次变换地点 对过往货车进行拍照 记者和马金鹏根据运证人员的指点 来到长阁市运管所 在四楼围章处理室 看到了车辆被拍的照片 记者注意到 在电脑上光这一屏就有36个文件夹 而在马金鹏备拍照片所在文件夹中就有6张 看过照片后 马金鹏与运证人员协商 希望能够减轻处罚 五千元的罚款对于马金鹏来说 仍然超出预期 在他的要求下 工作人员带着他找到了运管所负责人 我们这个法案接下来 我们在四年度炸着任务 炸着上路炸到炸着 马金鹏一方面解释着 拆掉党版花篮的原因 一方面向运管所负责人再次恳请 希望能够减轻处罚 这位负责人为马金鹏这件事下了定论 必须按照规定 缴纳五千元罚款 无奈之下马金鹏只好去运管所财务部门领取交款通知书 但思来想去 马金鹏最终决定 这笔钱暂时还是不交 任务化出的问题 我要是动车发我 我也没有原因 因为我的空尺 我空尺 我要不修的话呢 炸着我炸着任务房车辆的认了 交信管 这不可以是我的事情 都得给我个照片 都得发我钱的依据 对于长葛运馆所拍照处罚是否合法 记者采访了北京华京律师事务所陈伟律师 这个照片录像作为视频资料还是允许收集的 但是呢 处罚网 这位行动机关是有违反法定程序 按照行动处罚 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呢 这个行动机关 对于当事人进行处罚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相有的权利 呃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生变的权利 运动任务们或者运输行动管理机关没有告知 所以这个程序上是违法的 运馆部门在以往的治理违章处罚过程当中 都是在现场的 而且呢 还要有勘验问询现场笔录的过程 而长葛运馆是坐在车里 仅凭着相机拍了一张照片 就下了违法的定论 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就更无从谈起了 这种创新型的执法方式 可谓是提高了处罚的效率 减少了执法人员的工作强度 而事实上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顾国家制定的法规程序的 不光如此 我们还了解到 还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处罚方式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强行栏车拍照罚款 运馆陆证竟公开争抢罚款权 所以我感觉是有不合审理 经典是不合审理吗 入门条例打架 车辆上路就被罚款 到底什么是公路散乱的根源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公路散乱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河南路证运馆人员 在路上随意罚款 甚至只凭偷拍的照片 就判定司机违规 索取高额罚款 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发现河南许昌司机 孙国贤被处罚的过程 更是具有气质的 1月27号上午 许昌司机孙国贤 开着他两年前新买的平板运输车 从河南许昌前往山东扇线 行至连货高速 商丘双发收费站时 被运馆部门拦下 不仅是车长 执法人员又告诉孙国贤 车高度也超过了规定 而在此时 在林运馆执法店 相隔不到十米 有两名陆证执法人员 走了过来 经过简单问询 陆证人员告诉孙国贤 他的车超高 孙国贤即将面临着 陆证和运馆双重处罚 这时先行扣车的运馆人员 与同事商量着 如何应对陆证人员 并把孙国贤叫了过去 运馆人员和孙国贤说完 带着他找到了正在往车后卫乡 放车两尺的陆证负责人 这位陆证负责人 只是瞄了一眼车 并没有进行测量 随后便说出了罚款金额 身边这位运馆人员 立刻授意孙国贤掏钱 孙国贤掏出一百元 递给了运馆人员 并经他转手 递给了身边这位陆证人员 接过钱之后 陆证人员没有开局任何票据 随即离开了 就这样 孙国贤和运馆人员 套价还价了起来 对于这三千元的罚款 孙国贤依然不能接受 最终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 以孙国贤最终当场缴纳 两千元罚款了事 处罚通知书上显示 处罚原因是孙国贤的车辆 龙门价超高 那么到底是否超高呢 孙国贤带着记者进行了实地测量 在实际测量的这个尺寸呢 可以看清楚 这边是一米五一米六 这儿是一米七 现在呢在一米六八 是吧 用完目没有测量 用手大概摸了一下 大概摸了一下 它又超高 改型 孙国贤说 他的车长17.5米 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也办理了车辆行驶本 和道路运输许可证 但经常遇到运政部门 根据交通部2000年颁布的超线运输车辆管理规定 车货总长超过18米 就会按照超线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用管部门给我说 你不能装货 你只要装货 我就有3000到3万元的罚款 就于这个原因吧 罚了你有多少钱 我估计一年要罚1万5左右吧 记者就司机孙国贤提出的质疑 采访了北京华京律师事务所陈伟律师 从信赖保护的原则来讲 既然公安机关已经按照国家的规定 对孙师傅的车辆 把过瘾车辆进行依法登记 那么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也根据相关的法律 颁发了报路运输 进行驱可 这意味着孙师傅的车辆 可以从事合法的运输业务 如果运输管理机构 一边颁发运输许可证 一边又以当事人的车辆超限违法 进行处罚 这种行为显然有失公正和公平 对这个问题 国家确实也颁发了 道路车辆外国尺寸 走核和质量限制的一个强制性标准 但是国务院办公室 也文文发出了一个 关于车辆违法超限超债 这里工作的一个通知 要求公安机关 加强货运车辆的检验工作 杜绝不符合规定用途的车辆 进入道路货运市场 所以说如果是个部门之间的法规 出现了抵触的情况 那么这种不利于后果 不应当由当事人来承担 相应的机关 行政机关有义务有责任 去消除这种不利于后果 陆政运管等执法人员的工作职责 是为了让道路更加顺畅 让安全得到更多的保障 但是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 他们完全把过路的司机 当成了唐僧肉 罚款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 为了达到罚款的目的 他们可谓是处心积虑 无所不用其极 大有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 陆林气质 只要罚款到手 管你违章不违章 如此执法 只会增加公路运输的成本 只会让过路的司机们 更想方设法的 把罚末的款项找回来 而除了继续违章 抄债抄欠 别无两策 如此一来 交通安全更加成为了一纸空谈 当下国家305宣要求 整治公路三乱 但为何从来没有根治 如果不从制度层面上 清理整阵交叉混乱的公路执法权 如果不根除以罚代管的执法怪圈 公路三乱恐怕还要继续乱想 春节过后反乘忙 90后的他们 对工作期待几何 因为电子厂 我感觉幅色很大 企业忙招工 用工荒备后 需求转变进行时 主要的问题呢 可能还是在中高调人场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